问你养什么花或者种什么菜 刚买回来的植物千万不要用这种土养来养 你会防线养一盆死一盆 高手都知道 大家好我是佛商奥花匠 今天早上准备给我家的矮生番茄给宽盆了 而宽盆的时候我需要用到很多的土养 经常有朋友问我说 家里的植物为什么买回来容易枯萎 尤其是一个刚买回来的比较弱的苗子 比如草莓苗番茄苗 还有其他花柜果树苗都特别容易枯萎 其实除了跟细菌虫子有关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跟土养有关 您用错土养了 如果你继续的用这种土来养花或者种果树 您会发现您有可能买多少盆都会一样 结果都是跟你说拜拜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今天准备换盆的矮生番茄了 这一批番茄当时是播种下去 大概是30来克 现在长出来了也应该有20多颗左右 有些比较矮的有些比较小的 像这种番茄就要赶紧给它换盆了 不能再拖了 矮生番茄是非常适合盆栽种植的 种番茄我不建议大家在网上买苗子 尤其是这种矮生的番茄 因为番茄是海绵体结构 它的主干吸水能力比较强 但是水分失去的能力也比较强 如果我们往上买苗子像这种苗子的水分没有保存好是很容易枯萎的 甚至我不建议大家去菜市场去买这种苗子 直接在家里育苗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说了那么久 到底用什么土适合来来养花种果树 您看我这个土壤 其实这个土是我自己配置的 里面加了很多的松树皮 也加了很多的黄豆下去 营养非常的丰富 但是这种土就不可以直接拿去养花 那么这个是什么土 就是这种半干燥甚至干燥的土壤 很多朋友养花经常会找一些土回来 放在太阳底下晒 或者放上一段时间 让这个土壤保持一个非常松软的一个状态 直接往里面加入各种的材料 配置这个土壤 配置完的土壤摞上去稍微有点凉 但是绝对跟湿没有关系 你看一搓什么都没有 这种土壤是比较干燥的 那么这么干燥的土壤就不适合拿来移栽 包括任何的往上买回来的苗子 因为干燥的土壤跟我们这个番茄的苗子的土壤不一样 这种土壤现在是比较湿润的 而这种土壤太干燥的情况下 您会发现土壤里面包括苗子里面的水分 会迅速的被这个干燥的土壤给吸收 最终就导致我们的苗子还没有浮盆 水分就被消耗完毕 最终跟你说拜拜 这也是我们很多网上买回来的苗子 或者自己家里的苗子容易枯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处理起来很简单 首先我们第一步准备一些清水 往里面加一点点的杀菌剂 如果家里没有了 你可以直接加那个白酒下去也可以 我这个是甲酸二枚零 直接加五三滴下去就可以了 加几滴搅拌均匀之后呢 就把这个土壤准备移栽植物的土壤给加进去 啥意思就是让我们的土壤都变湿润了 让我们的土壤先喝饱水的土壤再拿去移栽 您会发现植物都特别的旺 特别容易浮盆 但是没有喝水的土壤 那个植物就很容易枯萎 就是这样子 您看那个水一下子就被这个土壤给喝光了 我们稍微的搅拌一下 为什么加这个杀菌剂的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个土壤里面有可能有细菌 甲酸二枚零是最容易把土壤里面的有害细菌给消灭的 你看 像我们混水泥一样 是的 越湿越好了 湿答答的最好 最好一个操作是这个土壤 这样湿答答的 先放上半个小时 我们再进行移栽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就是把土壤里面的有害的虫子给泡死了 因为水多是会把那个虫子给搞死 半个小时左右到一个小时左右 土壤就会里面的虫子全部没了 这个时候的土壤就可以拿去移栽了 下面垫一个袋子 这样子不容易把地方弄脏 把土壤加一部分进去 花盆底下您可以垫东西也可以不垫 我一般情况像这么小的盆栽我是不垫的 因为本身这个二代的那个二家轮花轮泡盆 它透水性非常好 直接加进去 先加半盆 如果土不够还要再泡 你看这个是大大的 弄成这样的篱笆土就可以了 好重 小拌均匀 这个土来粘性比较重 加了水之后粘性比较重 但是这就这样的土就容易移栽 土壤加到80%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番茄给种下去 这番茄土有点散开了 把它扶正了 把这个土壤再次的放进去 这种土壤连性很重 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番茄根给拉住了 你看 虽然也是圆绵绵的 但是就这样子的土壤是特别容易浮盆的 这个土壤你看 像海绵一样的 来 就这样子差不多了 这边再加一点番茄 好了 这样的土壤 把它放在通风透气的地方 避开阳光直射 这番茄很快就浮盆 由于这个土里面 已经有大量的水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不需要用到定根水了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土 这个土有什么原理 其实很简单 因为土壤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 是这个水的含量 远高于番茄本身的含量 按渗透压来说 外面的水多 里面的水少 所以水分会更多 会不断的供应给我们的植物所吸收 而我们番茄想要它快速的浮盆 水多是一定关键的 本身植物的水分一定要充足 在水分的情况下 我们的苗子就能很好的浮盆 我用这种方法已经用了两年 我发现养番茄这样移栽 或者养其他果树这样移栽 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甚至我们在网上买了这些裸根苗梅 回来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种植 您可以发现 原来移栽之后 根本不需要太担心 缓苗甚至植物枯萎的问题 好了今天都说到这里 我是佛沙阿华健康 下期再见 拜拜